民進黨執政7年舉債就高達2.9兆 前瞻8800億錢到底花哪去 國發會說前瞻軌道建設執行率 96.95% 但麥克文哲炮轟 這是錢發下去各縣市的 預算執行率而已 實際上7年 真正完工率只有12% 甚至有20%軌道建設沒動工 沒動工的比完工的還要多 委會出現了3%以上的一個執行率 這不是笑死人嗎 這代表你的錢從哪裡來 你是不是在亂花 百姓給政府那麼多錢 結果被拿去花81億蓋漁港 花78億在屏東百里種樹 外界炮轟 民進黨根本要蓋世界奇觀 如今農委會還升格農業部 一年掌握1500億預算 編制人數5300人 網友諷刺民進黨真是我心我素 除了陳吉仲笑道哭到底還有誰掃得出來 新竹大祕寶預算也是一路暴增到12億 變成一個完全的豆腐渣 非常擔心的就是裡面又出現一個新的高雄大祕寶 幫蘇貞昌建紀念碑 為了他自己個人去搞了這個 來三千萬東西為什麼會膨脹到81億 港口全部都空間的嗎 藍軍炮轟蔡政府執政下內政亂高 兩岸還兵凶戰危 根本內憂外患 連在日本的陸生都特地別上中華民國國企表示支持 市場一貫是比較捍衛中華民國的 所以說我就別了這個國企來支持他 外界炮轟蔡政府執政七年來 高負債讓百姓受苦 兩岸在擦槍走火的邊緣 網友說2024一戰不只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更是生於死的抉擇 接著楊潔李宜璇台北報導